Hello 五多位 大家你們好 今天我請來了Winston 跟他說一下旅遊保險 Hello Winston 你好 Winston 你好 自問 哇 瘋子很多 瘋子很多 多謝多謝 我們知道有些老人家來加拿大探訪自己的子女 有些人為了省錢 連保險都沒有買到 究竟後果是否很嚴重 是很嚴重的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說是一個外國人來這裡 如果有事去醫院的時候 你看看醫生已經是幾百元開始 未計算是任何的測試 未計算是任何的藥物 我們好像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自己有太陽卡 看醫生是不用錢的 其實不是 他們那些人 不是說這個姿勢 或者不是這裡的居住 他是沒有太陽卡 所以他們沒有意識到 看一次醫生 差不多一百多元 一百多元加錢 好像不是一百多元 二百元開始 是醫生費 醫生費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二百元開始 就是醫生費 藥費 其他檢查是未包的 那你想一下 本身人民幣和價錢的對算已經很厲害 是 這是一千多元的 這裏真是很… 譬如說是 譬如旅遊保險 其實最簡單一樣的就是 很多人 譬如你出門 你不猜到有任何事情發生 譬如很簡單 譬如來這裡搞長沙 感冒突然間 譬如說 唐人可能說 我撿劑中藥吃 這些可以 譬如說 突然下雪來 父母來到這裡 跌斷了一腳 那怎麼辦呢 這些你不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不照X-ray的 如果你有個旅遊保險的時候 至少掩蓋到你這裡所發生的意外 OK 你解釋一下這個旅遊保險 旅遊保險來說 顧名思義就是你旅遊期間 譬如說 我們叫Visitor 在外地一踏入加拿大已經受保 所有意外一踏入加拿大已經受保 但是如果病來講 一定要離了加拿大 48小時才開始的 所有旅遊保險都是這樣的 因為問題來講 就是不想那些人 這個系統 譬如說你旅遊保險 大概是幾元開始 譬如說上限可以補到15萬 你想想幾元 如果保險公司的上限可以補到15萬 它的危險其實都很大 是的 本身也沒有要求要看檢 是的 不會有看檢 譬如說你是一個Visitor 你是空白的 原來有一張白紙過來加拿大 沒有理由 因為要評估你這件事 我要做一個preliminary的查 如果是這樣的話更加是免失事 所以in good faith 我相信你這個人來之前 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是 preexistent的也不包 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譬如說我已經是有心臟病 我去到加拿大之後 因為心臟病發症 而有事的時候 是不會陪的 但是所有 如果不是心臟病的病發症 如果譬如突然來到 譬如好像剛才說 搞長沙 不是心臟病都病發到的 就包的 同時所有意外也包的 他好像如果我是感冒了 或者是因為在這裏 染了一些病的 他都會有醫生指去證明到的 這些不是救病是新病的話 保險公司都會陪 一定會陪的 因為by law 基本上就是 保險你買得到的時候 他就預料陪給你了 如果不是的時候 這個系統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我們怎樣claim claim的時候 如果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首先來講 如果你買保險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 policy號碼 還有一個電話給你的 譬如在加拿大的時候 應該打一個10000的電話 或者一個connect call 你先叫他 告訴你 claim的人 叫我現在是什麼檔案號碼 什麼名 什麼地址 現在在哪個位置 發生什麼事 claim的人會幫你open claim file claim file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因為正式來說 如果你買保險 應該是100%你不用付的 譬如說 如果搞床山 譬如說你去general hospital 正式來說 你應該是不需要付錢的 但如果真的要付錢的話 你就自己拿回所有的單據 回來 就憑著claim file的number 你就可以claim了 但是譬如有些人 你沒有做這件事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保險公司說 你先斬後就 你有沒有發生這件事 我不知道 對不對 還有你做些什麼action 譬如說很簡單 譬如說有個人 根本是 沾上綠豆的東西 他無緣無故自己走去 照一張X光片 其實也不需要 照一張X光片 是你自己要求去照的 這個不屬於claim的範圍 所以這件事就是 最好就是 不要說先斬後 就問了那邊的情況 開了claim file的時候 就保障自己了 OK 那倒轉過來 如果我們有人出去旅遊 也是要買旅遊保險的 是嗎 因為我們加拿大 譬如在灰省的居民來說 在這個省就享受醫療福利 但是離開這個省的時候 你最低限於200元一天的消費 譬如說你駕車多不多 在抗和那裏失事 進了醫院 譬如說需要使用手術 或者需要兩萬元 譬如這個兩萬元 做了五天醫院 這樣計算 這個省所給你 compensate 給你 就是200元一天乘五 就是一千元而已 兩萬元減了一千元 那萬九元你要自己付的 如果你有這個旅遊保險的話 也可以cover這件事 這個叫Our Province的保險 實際上不只是離開 譬如說去多人多 那麼簡單 去全世界 全世界 總之離開橋北省 離開加拿大已經完成了 好了 好多謝你 所以跟大家說 無論去哪裏玩 買旅遊保險是很保障的 好了 大家跟大家送上小禮的報告 待會見